大家好 我是香港棋權教室首席講師 杜紹鴻 杜Sir Freeman 今天是11月17日 本人在信報專欄棋權教室有文章題為 指數棋權 大戶是我們的好朋友 大戶是我們的好朋友 早就要說是不借口頭善 也是棋權教室金句堂的內容 大戶更是本文要多借對象 上篇文章提及收錄在棋權書中的哲理文章 博弈與邏輯 英格理論運用在棋權 今天重複者的觀點並用指數棋權演繹 卻不借指數棋權書中是這樣描寫的 做指數棋權是賺錢快 何謂快 不借對這個快的定義是 用小錢在短的時間內賺到大錢 所以做指數棋權的確可以令人著迷 因為學利可以相當快 輸錢亦然 早期在香港棋權教室堂上講 棋權數據 Raw Data 曾經用過一張金融海嘯後 即2009年3月 其指其權大戶下單後 交易演繹上的真實成交倉圍圖 不是港交所的市場報告 開槍時間是2月3日 當時3月的恆指期貨報12907點 該大戶用Shot兩頭跨價策略 認為2009年3月恆指不會再次跌穿 2008年10月雷曼爆鋪後出現的金融海嘯底 也即是當時的低位10676點 因此不著命名此圖為10676 因為這就是大戶跨價對沖策略 解釋該圖頗手學員們的認同 成為當年來的上課圖 本難出圖版位有限 不著精簡該圖為 Shot code14000收545 Shot put12000收743 割造300張 3月結算時 call無勝算 put也不達 這位大戶人家 全盛活利 545加743等於1288點 成以300張 再成以1.50元 即存收1932萬 其願教師一直建議用Shotboost ATM 即是Shot兩頭等價 和Shotboost spread 即是Shot兩頭跨價 這種說法比較實戰 用傳統的英文 Stradle 同價 Strangle 跨價 形容得來太抽象 今年9月28日 恆生指數收17373點 指數其權出現超大倉 魚圖 該大戶是做17400點的ATM等價策略 取其Delta等於0.5次最豐厚的其權 開12月倉 call and put 2,327張 成為今年的最大倉位 能做如此大倉 當然是超大戶人家 對手是誰呢? 是省戶嗎? 不可能 港交稿的市場報告已說明 這是block trade 這就是大戶與大戶的交易 Shot兩頭等價 按金要求高 不就一直在觀察該倉位 因為這種大倉位 有時會隨著波幅出現平倉或減倉 倉位的變動 說明大戶的觀點在變 自走不支持 該過超大倉位還在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教室網站提到 事至今天 11月17日 該倉位的時間已經過半 正好是時機做具體分析 由於倉位超大 我們先看按金 因為不即認為Shot both ATM 即Shot兩頭等價 按金要求較高 按交易所9月28日的報價 大約每套要138,718 Shot call要76,275 Shot put要62,443 開2327日 需要按金是3億2,200多萬 開Shot both 兩頭會減少少 大約不多 不過約45天過去後 此刻的按金 以降至每套109,285 按2327日 需要按金是2億5,400多萬 在當時付出按金的條件下 收取其權金為850點 總共加729點 總共是1,579點 乘以1.50元 就是7萬8,950元 再乘以2,327 即總共是1億8,300萬多 若可以加上上文提及的1067個案 一樣 全數成功收取 這三個月的資本回報率 會高達56.9% 非常誇張 但絕不可能 這位大戶人家 不可能存收 是因為Shot both等價策略 12月的行指期貨收市 不可能精準地停在17,400點 假如收在17,900點 即升穿Shot both等價500點 換利便是1,579點 減500點 等於1,079點 乘以2,327套 再乘以1.50元 即收1億2,500多萬 若收在16,900點 即跌穿Shot both等價500點 亦然 如果12月行指期貨 如果收在18,979點 至常或15,821點之下 這個倉位便會出遠 愈收市價每升穿 或每跌穿一點 就會達到一點的損失 所以 12月的行指期貨收市價 愈是靠近17,400點 這位大戶的收成愈有保證 愈有讀者不明白 可以離陷 不止是想相信 觀察大戶人家的倉位 遠比打聽 各路人家的評論有價值 可以說是觀其行 遠勝聽其言 我們研究大戶的行為 不是要跟隨大戶做 而是要明白大戶具體倉位 背後的動機 在大戶的博物中 找到自己能活力的空間 這就是不止在英格理論中所提及的 格子並非與鷹增盛 而是要尋找鷹與鷹商爭中 食證的食物 足以 不止在10月開始小駐進場 當然不可能做Shopo等價 但做跨價 令風險下降的同時 匯報當然也會降低 還要保持動態操作 10月開始有護利 11月此刻看 護利明顯已經開始平倉護利 若大戶的觀念正確 12月將來豐收 再次要對大戶說聲多謝 則大學聽教授講期權 是學習期權的原理和結構 在現實生活中聽實戰操作者講解期權 是學會如何運用期權賺錢 在上前看書及上課是必要的 有了基礎知識才能開始這份 lifetime的part time job 不但正是由於有了這份part time job 所以本人正以上篇文章結尾所描述的 The older I get, the longer I play 多謝收聽,朗讀完畢 好,今期文章就來到這裏結束了 期權教室成立在2008年 賭Sir自2007年起 贊寫信報專欄期權教室至今15年來 從未間斷 2018年更榮獲香港交易所頒發的 Stock Futures and Options Education Partner Award 以感謝賭Sir對港股期權教育的貢獻 而期權教室出版的各種書籍 在香港及台灣各大書店均有發售 大家亦可以在教室網站上的網上書店買到 建議落場之前先要提書 下一期文章在12月1日 到時再見,拜拜